一个使用 接下来我在这儿 是不是定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我们给它起名 叫产生 GENERAT GENERATE COUNT COUNT是不是就是一个数字了 好了 那我在这一块的话 不给它传餐了 我接下来在这儿有一个容器 叫container 叫容器 是不是就是一个列表了 列表里的值给它放个谁 0 对吧 给它放一个0 那接下来的话 我在这儿的话 然后来去定一个内部函数据 大家看我现在访问的 是不是叫一个 不是一个什么 不是一个不可变的 我用的现在是不是一个列表了 好 那其实在这一块的话 来去看一下它的一个使用 好 那我在这一块的话 怎么来去使用呢 叫只要有人来去访问 我的技术器是不是就加1一下 所以我的内部函数叫add1 add1是不是就加1了 只要你访问一下 我是不是就来去加1了 那怎么来去加1呢 在这儿container 是不是我现在访问外部函数的值了 然后来一个方括号0 然后等于container 方括号0给它干嘛 加1一下 只要我加1一下 那接下来它在这一块 它在这一块的话呢 是不是就 然后在原来的0的基础上 是不是做加1了 好 那我们在这儿的话可以怎么做呢 在这一块 print一下 是吧 print一下 然后当前的次数也行 第几次访问 是不是 然后在这儿的话 是当前是第几次访问了 第几次在这一块 是不是就是一个大括号 对吧 大括号第几次次 然后来去访问 好 那第几次 点for 那一下 而我在这儿放一个container 方括号0 然后我之所以用列表 就是我列表还可得保存其他的 但是我当前是不是仅仅是用它来去 记录了一下这个数字而已 然后要想构成币包 你得怎么样一下才行 return add-1 不要加括号 是不是这样就OK了 好了 大家来去看一下 我调一下这个外部函数 那我在这儿 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它的返回值了 返回值我认为它就是一个container计数器 是不是叫counter 我认为这个counter 是不是就是一个计数器了 好 那于是我在这儿能不能这样写 counter一下 是不是就掉一下这个函数了 只要你掉一下这个函数 那它是不是就是拿过来你 当前的列表当中的这个值 是不是来继续进行下一次操作了 然后我能不能再来一个counter 我接下来能不能再来一个counter 如果我掉三次会出现什么情况 然后我在这儿来去运行 大家看它在这儿当前是第一次访问 第二次访问是不是第三次访问了 那也就是说 我是在内部函数里面 是不是来去记录了你当前的这个值 然后我在counter 每掉一次counter 对吧 然后它在这儿的话 是不是就对你原来的这个初始值 是不是进行了一下加一操作了 再掉一次 是不是又进行一下加一 再掉一次 是不是又进行了一次加一操作了 所以呢你可以把你的内部函数当成是一个什么 是不当成是一个计数器了 你的这个内部函数 然后就是一个谁在这儿 计数器 那它的为什么又是一个计数器 它在这儿是不是还对我 这个counter是不是进行操作了 而这个counter是不每次还保存着我对它操作的一个状态 是保存着对它操作的一个状态了 所以我在这儿counter一下 那它就会执行一下这块的代码 执行一下 它就会取出原来的零加一一下 是不是把加完的值 是不是又放到零这个位置了 所以这时候counter里的值就变成了一个 一 如果我是这样来去访问 所以接下来的话 当前是第几次访问 它是不是就把你里面的这个一是不是取出来了 所以在这儿是不是就是第几次的访问了 是不是第一次的一个访问了 好 那如果我再调谁呢 如果我在这块再来调一下 再调一下counter 只要你调一下counter 那它接下来是不是又进到这个里面来去操作了 进到这个里面操作了 它因为把刚才的状态 是不是保存在你的这个外层的counter上面来了 所以呢 我现在的话呢 是不是就是在外层原来的counter上是一了 再加一下 是不是再给它复值 是不是这儿就变成2了 对吧 所以你再来去访问的话 它是不是就是第二次访问 是不是依此类推第三次访问了 好 那因此我们在这儿就能够知道 通过谁 通过你的内部函数 然后它访问了我们外部函数当中的这个列表的值 对列表里面的元素 是不是进行了一下修改了 然后呢 我每次访问一下 是不是就修改一下 访问一下就修改一下 这也符合了我们b包的一个特点 b包的特点是什么呢 是我能够在内部是不是访问外部的变量 而且返回值 是不是返回的是b包这个函数了 然后所以我们说这样的拓点 然后就是符合b包了 而且它是不是还记录我当前的这个这个值 然后每来一次 它是不是就在访问你原来的基础上 是不是进行操作了 嗯